今天是4月20日台北股市持續還是往上漲 我們可以看到台北股市 其實現在已經來到17300多點 上面的空間 我們的大盤空間有多少 其實你以目前來說的話 你先不用來看大盤的事情 其實我們大盤其實它是一個綜合指數 你看那個其實對你投資 像我們在買股票來說的話 對你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沒有太大的意義 最主要的地方就在於個股方面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個股可以看到像我經常有跟大家所聊到的 就是像有氮化加還有像MOSFI還有氮化系 這方面的一些半導體 那這是屬於第三代的半導體材料 以目前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看得到像去年 以今年來說的話到今年 今年2021年它的晶圓代工 它所佔台股來說的話是65% 那是全世界來說多少 是以全世界來看 那目前我們可以看得到 以目前來說的話 今年還會有成長率大概會有到有 11%左右這是半導體方面 那目前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這些半導體的一些材料 我們可以看像 我們可以看像以前是 最普遍的就是一個矽晶棒 那矽晶棒再把它給拋光 切片拋光 那這是以前的 那以目前第三代的半導體 就是這個化合物半導體材料 那當然還有這個是以類晶片來說 它是屬於做像MOSVI方面的一些晶片 我們再來看一下 再往下來看 以目前這是我在去年的 所做的一個表格 像這是第三代半導體 這第三代半導體去年的4月份 其實你如果記得的話 中國他們揚言很大聲的 他們要往第三代半導體 那他們要花10兆人民幣 10兆人民幣 大概是台幣 大概40兆左右 那為什麼他們要花那麼多下去呢 那其實他們有 他們沒有晶圓廠 他們到處都有晶圓廠 但是他們晶圓廠做到最後 都大概都像 都是一個設備廠而已 就是控制在那邊 那幾乎以外界來看 大部分大家都說 像中國他們那段時間 在蓋這個晶圓廠來說的話 就是欺上瞞下 這是一個典故 就是在講這個半導體這方面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其實他們在第一代 第二代半導體來說的話 他們是失敗的 現在他們直接要過去 就直接要跳到第三代了 那第三代他們能不能成功 那我們先不用說 但是材料要不要用 當然要用啊 當然要用到材料啊 我們可以看到 像其實像台積電 那這個第三代半導體 它也是有在琢磨 我們可以看得到像 台積電它是跟誰合作 它有跟E-FAR E-FAR半導體有在合作 就切入淡化夾 台積電其實他們就很早進進去了 那還有像 這是屬於晶圓廠 那台積電它當然 我在操作上的話 你 我的 我啦 我建議你 那你要買台積電 你自己買就好了 那你如果要買其他的 像我們所操作的 屬於它比較純粹屬於 半導體材料的話 就是屬於像有金彩啊 環球晶 太極啊 加金和貿系 合金 這一些 它才是我們要來 操作的一些標的 那以目前啊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我這些 這些 這些它的半導體材料 其實我們 這裡面我大部分都有操作過 我們的都已經操作過這些股票 待會我再慢慢來介紹一下 我們可以先看到 以目前 今天 這是 這是昨天 昨天的新聞 這是 日本的盛高半導體 他們是做矽晶圓 那以目前來說的話 他們有 他有 這個社長他有提出來 他們的矽晶圓 他們的訂單 比他們的產量還要高 還要多 這是意思 要告訴什麼意思 那當然就是要擴廠 那以目前來說的話 他們是 以新建的廠 新蓋工廠 因為 他們廠已經都已經擴廠 都已經擴到滿 都現在要新蓋工廠 那現在 他們是在 當然他們大部分的 大部分都是做 像12寸的 他們是 像這家公司的話 甚高 他是台積電的 他的供應商 那矽晶 矽晶棒的 那 目前來說的話 他有提到說 像去 像在這2008年 2008年以後 到目前為止 他們其實他們沒有什麼擴廠 那 大部分全球的矽晶圓廠 也沒有什麼擴廠 那這兩年 以目前來說的話 像去年度 那一直開始就有 出現有晶片荒 那晶片荒意思就是說 這一段期間 大家都沒有擴廠 那突然來的 那麼大的量 使得現在的半導體的 他現在 光像 像半導體廠他們的上游 那矽晶圓就已經在缺貨 他現在已經 訂單已經超過他的產量了 那 以目前 像我們台股 我們有 有相當 也大概有 我們台股有 有五檔左右 有跟他一樣 像他們在做 做這個矽晶圓 做矽晶棒的 那以目前 像可以看到 有 我們可以看到有 像環球晶 還有中美晶 還有像 台聖科 合晶 加晶 這方面都有在做 其實還有 他們每一家公司 他們所做 我們台股 他們有做出來的 還是有一些差別性 那主要現在是 在最缺的地方 是在他們的 八寸 八寸的矽晶棒 那八寸矽晶棒的話 有哪一些公司 有在做這些方面 是做八寸的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像 這一檔 像 合金 合金他就是做什麼 他就是做八寸 那主力的地方是在八寸 當然他也有在做六寸 他是主力在做八寸 那今天合金 也一根長紅棒 幾乎他是在創 波段的新高 他是在創 波段的新高 其實像合金來說的話 他們是已經盤整了 一段期間 其實已經幾乎盤整 大概有四個月的時間 盤整有四個月的時間 那這段期間 其實我們在 像我是沒有操作過這個合金 但是他是在我的操作 我們操作的一個選股裡面的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檔是 像台盛科 台盛科他是就是盛高 就剛才日本那家公司 他的子公司 台盛科他目前來看的話 那當然外資有持續一直在買超 那這檔股票 其實這個矽晶圓大部分都是盤整 大概差不多有大概四個月左右的時間 就是從今年的年初到現在為止 那今天像台盛科 才是創波段的新高 這是台盛科 還有像環球晶 環球晶的話他是從 他是持續往上推升 其實他我們可以看到像 我們可以看 台盛這個環球晶 那以環球晶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呢 他現在他的營收 其實他第三 三月份他是創歷史新高 這三月份他是創歷史新高的 這個 他是創歷史新高 然後他比去年成長12.9% 那環球晶去年的每股盈 定於是30塊 30塊 當然我在操作 這檔股票 這是我在去年的時候 在財務做的 但他已經是到達了 今天 今天來說的話 他最高有來到了900 900多塊的 我們看一下 他今天最高來到多少 913塊 這個是環球晶 當然這個波段 現在 以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 現在 因為他 其實他 他價位已經來到8 900塊了 那有 大概有 如果外資有法人把它看到 四位數 就是千元之上 那我們先不談這個千元 我們要操作是哪一檔股票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要操作的是 像 這檔股票是我們所要操作的 我們所操作的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中美金 在4月8號 在4月8號的時候 我們有較勁 5483中美金 175元上下 買進兩成資金 那當時候呢 當時候 他在盤中的時候 他沒有吉拉 也沒有什麼 我們 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買進 因為 像 我們知道 像環球晶 他3月份在創 歷史新高 當然 那環球晶 他的母公司是誰 就是中美金啊 就是這檔股票中美金啊 就是他 所以我們在操作上的話 我們可以先把資金 把我們一些資金 先把它挪來做 中美金 那中美金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 今天4月20號 4月20號 他已經 今天20號 來到高點190塊 再創波段新高 其實這段期間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是今天 你如果是一個 以技術面來看的話 其實他 在4月8號的時候 他是一個 已經是一個 第一個買點 那如果是今天的話 今天在這個 170 其他的前破的高點 4月8號是在178元左右 那有178元這裡 如果突破的時候 在技術方面來說的話 是可以 像我們的話 是可以再加碼 但是我們沒有 我們還有其他股票 所以我們沒有再繼續來加碼 那這樣股票 你就可以在這邊 來加碼 來買進 這是中美金 這是我們所操作的這些股票 那我們再看 這第三代半導體的材料 以目前 其實現在市場上 有很多新聞 你隨便 你一打開 新聞你可以 像我們的 像網路上 你隨便打入的話 第三代半導體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 很多的一些資訊 其他最主要 最主要今年 那就是開始比較爆發的地方 就是在車用 就在車用這方面 它比較大幅度在使用 因為電動車來說的話 它是屬於像 高輸出電源 它的電池來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你如果是一個輸出 輸出電源的時候 它的阻力很大的話 變成它輸出去的時候 它所轉換的電能 就會整個下降 下降來說的話 對電動車 它的耗電量又大 所以這個第三代半導體 這氮化加 就可以幫他們 它就可以有這樣的功能 第三代半導體氮化加加 就是有這樣的功能 當然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它的電源轉換率更高 還有像高頻傳輸 它的效率更好 這是有關於 這個高頻傳輸是有關於在 像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在通訊方面 通訊方面來說的話 對它來說的話 這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像我們人手一機 手機 那你手機裡面 你如果像你用的晶片 你用像第一代半導體 第二代半導體 它的高傳輸到現在目前為止 4G 5G的時候 它高傳輸的時候 它會產生非常高的熱量 會有產生非常高的溫度 那你如果沒有像淡化加的話 它是一個低溫 那高頻高效率 那你傳輸速度才會快 像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他們我們的基地台 那基地台的話 溫度太高的話 它整個速度 它整個它就會往下降 所以在這一個高頻的傳輸 我們可以看到像 它可以運用到高頻通訊的材料 這個非常重要 讓我們現在的世代 像我們4G跨到5G的時候 不然的話我們手機 如果用到整個溫度過高 它晶片又沒辦法縮到很小的時候 那我們這個手機的話 那不是很危險嗎 就好像一個手榴彈一樣 不定時炸彈 那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以目前來說的話 彈化加的材料 就是所運用到5G這方面 那當然還有一個電源轉換 就是我剛才有說的 像電動車 那當然不是只有說電動車而已 還有像我們的 那現在目前啦 就是電動車啦 還有像太陽能這方面 它們續電量過來的時候 它們要輸出 轉換電源的時候 那個地方它們也會有產生 要轉換電源 它的轉換率 那個地方也是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地方 那還有第三點就是像有高壓電的汽車供應 高壓電像有這個是氮化系 那有如果這個材料像我們有一些電源 它在轉換的時候 像有一些高壓電有超過1000伏特 大概啦 你如果超過1000伏特來說的話 就是都要用到氮化系 那很多啦 大部分 以目前來看的話 250V到650V的話 是比較適用於像氮化加 那更高的話就要用氮化系 它才能夠承受更高的溫度 因為溫度還是一個 一個蠻重要的一個點 那我們可以再來看一下 像所運用到你可以看到這邊 像這個是離岸風電 離岸風電機 它的電源轉換 像是離岸風電啦 太陽能啦 還有電動車 還有像這UPS 我們UPS的還有家用家電 我們家電家用現在目前為止 也有很多都有運用到像這個 像氮化加這一方面的 因為現在像物聯網物物相連的時候 其實它氮化加它不需要說用到 像12寸晶圓廠 其實它不需要 8寸晶圓廠已經是塞滿了 所以現在全部都往下降 降到多少 降到6寸的晶圓廠在生產 所以現在我們也可以看到有 有6寸的晶圓廠是哪一些公司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這檔股票 那這檔股票也是我長時間我在追蹤 我們在操作的 那這檔股票其實我們是從 大概去年的 大概11月6號 這11月6號這裡附近 它的價位大概是在27.4元 11月6號27.4元 開始來操作這檔股票的 開始來操作 那到了以今天為止 那這一波最高的話它是來到78.2元 那以今天它還是一樣 還是在高檔的地方在震盪 那它有沒有機會 那我的看法 你現在手邊沒有的話 你也先不要追 那你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我歡迎你來諮詢 這樣子可能會對你比較好 因為這一方面的話 你不是很了解的話 那目前來說的話 其實你如果像在操作半導體材料 你到現在你還要再進來的話 還有沒有空間 我認為當然還有空間 那你如果像我們這幾天 你所看到的市場上 大家都在追逐什麼 很多像我看到的就是在追逐 像航運股鋼鐵股 還有像一些塑化股 那這些股票其實他們來得去 快得也去 但因為他們屬於像原物料的 那這些原物料如果一旦 它不是說它這些原物料 它是可以很快速的 像可以去挖 可以像塑化 那邊可以很快去生產 那還有像航運股 那航運股最近就是因為原物料 那原物料現在最近在漲 那也跟著 那像今天還是有一些零 沒有全部在漲了 已經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 那我在前 在昨天我也告訴大家說 像在操作這一方面的股票 你可能要特別小心 那你不要 如果手邊沒有人 你就不要再隨便亂去追了 就不要再隨便亂去追了 那這是我給大家的一個建議 那還有沒有機會 像這個第三代半導體 我當然我的看法 當然還是有機會 那還有這個是家經 今天它也是漲停板 那家經它是屬於做像矽晶棒 它還是做有8吋的矽晶棒 就是家經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一個圖的話是5G的氮化加 那這個氮化加的話 以目前氮化加 那它所使用的就是 這是比較大型的 屬於比較大型的一個像基地台 它基地來的話 它必須要用到像這個有高功率 那就是氮化加 還有像小型的基地台 因為它傳輸的時候 它會有非常高溫 它非常的高溫 那所以說像 其實現在小型的基地台 不是像你想像中的說 一個蠻大隻的一隻 不是喔 像在日本的一些基地台 它已經是小到像一個便當盒 它直接都掛在哪邊 直接掛在他們的像紅綠燈的地方 像一個便當盒 對不對 當然以目前來說的話 那你要做到這麼小的話 它需要用什麼東西 它當然它的晶片 還有它的電壓 還有它的溫度 它的尺寸 它所做出來的晶片 都要完全都要縮小 那就是利用 就是用氮化加 它所能夠使 它就能過來使用這些方面 還有像我們有用到的像 我就剛才說的我們手機 還有小池 像電動車 這一方面 都有非常廣泛的在使用 這是現在目前的氮化加 我們再看一下 這是你應該你就看得懂的 這是我們的電源充電器 這是氮化加 氮化加的話 以現在目前為止的話 我們手機的充電器 它是還沒有標配 氮化加還沒有標配 這是要另外自己買的 這個充電器的價位還不便宜 大概是1000塊左右 這個充電器 這個就是我們筆電所用的電源轉換器 這是裡面 那部分現在都是有用到的氮化加的晶片 來製作 那這是IoT 就是物聯網 今天這個資料可能 這個我們留待以後再來說 因為這個物聯網的話 它可能廣泛會有更多 更多的一些小細節東西要來講 那到時候有一些 像有一些產品 那有比較出來的時候 我們再來談這一方面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大概我們有區分 這是財訊它所區分出來的 這一方面的一些公司 那這些集團 那以目前來看的話 還是在這一個 這一個像第三彈半導體來說的話 這基板的地方 就是基板的地方 還有像這是中美晶 他們的集團相關的 還有漢磊 漢明集團的 那台積電 還有台積電 這裡來說的話 還有一些股票 還是很有機會的 這裡面 那你如果想要知道的話 我也歡迎你可以來諮詢 那我都很樂意來告訴你 怎麼樣來操作 這裡面的一些股票 那這是我們今天 這是中美經濟 今天剛才講過的 那勇者腳下都是路 智者才知道走哪一條路最好 那其實在操作上非常辛苦 我也知道 那你絕對不能走錯一步路 像很多一些股票最近 你如果再去追到很高的一些股票 那你追上去的時候 你的價位都買在人家的上面 那你還要再往人家還要把你在往上推 你才能夠賺到錢 所以操作上你不能買在 你不能買在高高的地方 你的利潤就幾乎都沒有了 那剩的上面是什麼 上面都是風險 那如果一壓回的話 它可能拉回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要特別注意在這操作上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像IC設計 那IC設計我們之前 我們有談到說像四星 其實四星的話最近你可能要 我有說到你可能要可以多留意 其實四星最近 它是有一個蠻重要的一個點 我看到的 我們來看一下 四星最近是有投信 他們是持續的 像投信的話 他們還是持續有在出脫這些股票 那以目前來說的話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 像IC設計 其實它公司它的技術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他們因為是中美貿易戰爭的問題 那接下來如果他們 有到達合理的價位的時候 有到達合理的價位 那當然這一波四星也因為中美貿易戰 那它的大客戶就飛騰 那受到美國的制裁 當然就現在整個這家公司 那它的四星它的大客戶沒了 那技術還在 當然最重要的是技術 技術還在的話 未來 那它如果到合理的價位 我們會勇於來進場 像IC設計 當然IC設計不是只有這些而已 還有加上有 我們可以看到像6533 像這個金星科它是做IP 像四星它也是有IP 它也是有IP的技術 還有像6129 有些股票的話 你是要特別小心的 像這個普城 我的看法是 這你要特別小心 因為以目前來看的話 這些股票 目前去 它們去年都是賠錢 以到目前為止 今年的成長性 大概平均 平均來看的話 也大概是只有三成左右 那三成來說的話 對它的股價成長 因為它去年還是賠錢的 那以對它的成長來說的話 還是會非常有限 我的看法是非常 還是會非常有限 那你現在非常有限 它的價位 在前一波 在4月9號的時候 它最高點來到多少 57元 今年其實還不一定能夠賺到錢 它能夠就已經漲到57元 所以不是每一檔股票的IC設計 你多可以來操作 那當然還是要選擇 比較優異的 像這檔股票 你也要特別小心 像這個九陽店 它同樣也是 去年 去年也一樣喔 你要特別留意一下 它去年 也是1.7元 當然這些股票 最近期來說的話 都是跟著一些辦 一些IC設計公司 他們一起上來的 那像四星的事件 下來之後呢 他們這些股票 跌得比誰都還快 跌得比誰還快 可以看到 它去年還是賠1.7元 那以目前到現在第一季 都還是負的比較多 只有1月份是正的 那年增是43 其他都負的32 負13 到目前為止還是負的 所以這個 你要在操作上的話 像這檔 九陽店的話 你也要 要稍微要特別的注意 留意一下 那不是每一檔股票 都可以來 不是每一檔股票 都可以這樣來操作的 我們可以看到它 九陽店它一樣 在4月9號的時候 它來到本坡的高點是 78.4 這78.4 這個價位實在 我是不會推薦 像買這種股票 那他們到目前為止 還是虧錢 價格可以漲到78.4 78.4 所以 在買股票 你如果不是很懂的話 不管任何的一個產業 你都要特別注意 要特別的小心 那不然的話 追到高點這邊的話 那該怎麼辦呢 像如果追到這高點的地方 該怎麼辦呢 以目前來看的話 這檔股票還會有繼續 以目前來看的話 還會有繼續來修正的餘率 這是我的看法 那以目前這樣股票 我們可以看到 這樣股票目前的話 是不能跌破 它如果再跌破 它以技術面來看的話 它不能跌破49.5 它現在目前為止 不能跌破這49.5 低一點的這個地方 不能跌破 如果跌破的話 它可能還會再繼續修正 所以這個操作上的話 這些股票 你像你不是很懂的 你不是很了解的 一些產業來說的話 你在操作上 你要特別的小心 那我們今天呢 今天就先介紹到這邊 其實那IC設計 以我的看法 當然如果這一波 如果拉回到合理的範圍的地方 我們你如果想要了解更多一些 像IC設計 還有第三代半導體材料 這方面 我歡迎你可以來諮詢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也祝你投資順利 我們明天見 我們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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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看